一个婴儿被发现是非正常死亡 可通过调查 杀死她的竟然是家里的另一个患有依恋障碍的七岁小男孩 由于这种疾病无法治愈并且有强烈的暴力倾向 所以检察官助理只能选择把他强制带离他的养父母身边 把他送往专业的机构 检察官杰克是收到尼克被逮捕的消息后才知道有这么起案件的 他这名新来的助理竟然没有跟他商量 就以谋杀罪逮捕了一个年仅七岁还患有心理疾病的孩子 这让他感到很无语 并且艾比还把沃林夫妇排除出了监护人名单 这种做法未免有些太专横了 虽然他们是执法人员 但有时候也不能只按照法律做事 一点人情都不共 可不论他对这个新助理的行事风格有多不满意 他已经调到他的手下 他们只能尽量磨合 杰克找到艾比 因为沃林夫妇发起了夺回抚养权的诉讼 艾比正在准备抗诉陈述书 可杰克却告诉他不用准备了 因为尸检结果显示那个婴儿不是尼克杀的 婴儿的真正死因是心脏衰竭 割伤和撞伤都是死后造成的 艾比看了看尸检报告说你应该是拿错报告了 这个报告上是个两岁半的孩子 可沃林夫妇的女儿只有13个月大 杰克说你还是去一趟法医办公室认识一下那里的人吧 于是艾比来到法医办公室 法医告诉他从孩子的骨骼上看他确实已经两岁半了 他之所以看起来小是因为他被长期术语照料而导致发育不良 除此之外 孩子还患有大量的严重疾病 最终导致了他心脏衰竭 于是杰克把沃林夫妇传唤到检察院并告诉了他们这个调查结果 沃林夫妇自然很开心 如果这件事跟尼克无关 那他们就可以把尼克接回家了 可这件事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婴儿因为长期术语照料而导致疾病缠身最后心脏衰竭而死 杰克还是要查清楚这件事的 因为沃林夫妇才刚刚收养这名婴儿三天 所以艾比询问他们是在哪里办的收养手续 于是根据沃林夫妇提供的线索 助理找到了收养机构的负责人 可负责人却拿出了孩子的出生证明和健康证明 他坚持说这个孩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于是艾比找到出生证明上的亲生母亲了解情况 可让艾比没想到的是这份出生证明竟然是被盗用的 因为出生证明上的这个孩子一年前就死在了一场车祸中 艾比询问他们还有谁有他们孩子的出生证明 男人说艾德华 他是我们的律师 于是艾比把艾德华传唤到了警局 可艾德华却说他只是帮助他的一个当事人安排了一次收养 这应该不犯法 并且他根本不知道那个婴儿身上有病 可当艾比让他说出他当事人的姓名时 艾德华确定可冒着被起诉的风险也不肯说 这让艾比觉得很疑惑 为了一个当事人艾德华会愿意做这么大的牺牲吗 这个人肯定跟他有密切的关系 于是艾比让队长帮他查一下艾德华身边的人 看看谁有了孩子但孩子又突然不见了 事情果真跟艾比预料的一样 很快艾德华的妻子海伦被带到了警局 他告诉艾比这个孩子是他一个月前收养的 而当他们发现孩子有病以后 就想办法把他送给了别人 这让艾比很无语 他们把一个活生生的孩子都当成什么 看到两人的态度海伦不再回答问题 而是要求找律师 于是队长只能安排人去传唤海伦的律师 为了确认女人说的话 杰克把法医叫来仔细询问婴儿的情况 法医说首先孩子是早产 因为他有陈旧性的脑式内出血 这在早产中很常见 另外他的脊髓区还有非典型鸡胎样流生长 这是一种癌症 对于一个婴儿来说基本不可能存活 可这些都不是导致他死亡的原因 他是死于代谢问题 原因是没能得到正确的喂养 只要掌握喂养方法 他不会这么快就死 这样来看艾德华夫妇确实需要对孩子的死负责 于是杰克以二级谋杀罪对他们进行了起诉 可杰克刚把艾德华夫妇逮 他们的律师就提出了排除海伦证词的动物 理由是他所说的有关知道婴儿身体状况的证词 是在要求请律师之后 而法官竟然也觉得律师说的有道理 还通过了他的动议 杰克真是无语了 那些话明明是海伦自己主动说出来的 而没有了这份证词 杰克也根本没有理由起诉艾德华夫妇 案子也被直接撤销了 既然证词不能用 那他们就自己查 如果艾德华夫妇知道孩子有病的话 那他们肯定是通过了什么途径 并且那个给孩子开健康证明的医生也非常可以 他为什么要帮艾德华夫妇造假呢 而很快助理就查到了事情之间的联系 据艾德华家的妇科医生说 艾德华夫妇为了领养孩子 曾不远万里跑去了俄国 听到这里艾比突然想到 那个给孩子开健康证明的医生 貌似也是个俄国人 那他在这件事里面 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于是艾比调查了一下科索医生 发现他曾为被美国家庭收养的俄罗斯儿童 签发了不少健康证明 并且他还跟沃洛格达的三家孤儿院 有独家代理关系 这些孤儿院专门为他提供 给国外家庭收养的孩子 据他们目前调查到的八对夫妇来看 只有两个孩子目前还算健康 其他的六个都有不同程度的疾病 可他却告诉这些人孩子是健康的 看来这个科索医生 是专门导卖有病的孩子 因为科索医生也事先就知道孩子的病情 所以他也同样需要对孩子的死负责 于是杰克也以二级谋杀罪起诉了他 庭审中 第一个出庭的是一名内科医生 他说爱德华夫妇曾把孩子送来急诊室急救 原因是孩子一直不吃东西还伴随偶痛 于是我建议他们给孩子做一下深入的检查 杰克问检查结果如何 医生说孩子有代谢问题 还在脊髓里发现了几个恶性肿由 我当时建议他们给孩子做做化疗 但这种疾病治愈的几率非常小 并且价格也很昂贵 杰克问孩子本来还能活多久 医生说一年或者两年 杰克问你说的代谢问题 有没有科学有效的治疗方式吗 医生说只要正确的喂养 有这种病的病人是可以有正常寿命的 杰克问你把这些都告诉爱德华夫妇了吗 医生说是的 第二个出庭的是科索医生 律师问科索你知道那个孩子 有特殊的代谢障碍和癌症吗 科索说不知道 律师说当爱德华夫妇把这件事告诉你的时候 你是不是很惊讶 科索说是的 他们想让我把孩子收回去 可孩子是人不是什么用坏了的电器 不是说退就能退的 接着轮到杰克进行提问 他问科索你确定你不知道孩子有病事吗 科索说是的 于是杰克提交了一份证据 里面是孤儿院的院长的报告 里面明确地写到 他们提供给科索的是有疾病的儿童 而他则需要把生病的孩子 送到有能力医治他们的家庭 科索说我把这些孩子带来美国 只是想让他们得到更好的治疗 杰克说那你能解释一下 你为什么要给他们千发假的健康证明 并且开具这些证明的代价 是每个孩子收取两万美金吗 科索说我用这些钱去补贴孤儿院了 从每个收养孩子的家庭那里得到了两千美金 也就是说剩下的一万八千美金 全都被科索给死吞了 最后出庭的是海伦 律师问科索医生有没有告诉你们孩子有病 海伦说他告诉我们孩子很健康 但如果把他放在孤儿院他就会生病 因为那里的条件很不好 他请求我们把他带回美国给他一个温暖的家 律师问当你们发现孩子有病的时候是什么反应 海伦说我们很不安很难过 我们商量了好几天 因为孩子的病治不好 我们想把他还给科索医生 可他却不接受 没办法我们只能尝试去找愿意接受他的机构 可我们几乎跑遍了所有机构都没愿意接受 于是再次联系领养机构的时候我们撒了火 而很快他们就找到一对愿意领养孩子的人 律师问你觉得你们做得对吗 海伦说我六岁的时候 我哥哥得了癌症 三年后死了 我的父母都被掏空了 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 他们的婚姻也因此走到了近头 我害怕这种事情也发生到我身上 我无法承受 接着轮到检方进行提问 艾比说你知道孩子是需要特殊的食谱才能活下去的吗 海伦说知道 艾比说可当你把他转给别人收养的时候 你却没有告知他们这件事是吗 海伦说是的 但我以为收养孩子的人会带孩子去看医生 他们就会知道这孩子有什么病了 艾比说你的假设让孩子送了命 你不觉得愧疚吗 海伦说我们已经尽力做了对他最好的事了 艾比说那你们又为什么要伪造文件来隐藏他的来历呢 实际上你只想摆脱这个麻烦 根本没考虑过孩子的死活 海伦说你说起来挺容易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艾比说你联系过儿童福利署吗 你跟你自己的医生谈过吗 你和其他跟你有一样困难的家庭谈过吗 海伦说没有 庭审后 陪审团进行了最终裁决 艾德华夫妇和科索医生都只被判了一级过失杀人罪 就这样一起以领养为由的买卖婴儿 以及非法转移婴儿导致其死亡的案子就这样结束 虽然在此案中艾德华夫妇被蒙天领养了一个有疾病的婴儿 但在我看来两人的责任要比科索更大 他们在收养孩子的那一刻就应该对他负起责任 而不能因为孩子得了病就想方设法的摆脱 孩子是一条生命 并不是好就留不好就扔的一件物品 试问如果孩子是他们自己生的 艾德华夫妇会舍得抛弃吗 显然并不会 所以他们其实并不是真的喜欢孩子 只是把孩子当成了一件特别想要得到的奢侈品罢了